好了 今天就是做禁師不禁話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女王有些事 不能夠參加 我一個人全做了 今天仍然是講印度的神話和傳說 印度的神話和傳說裏面 我上一次已經介紹過 印度神后 哈努曼和大仗 大仗神 這次我就介紹印度教 在印度盛行現在的三個主要的神 這三個主要的神 都是印度的傳說裏面 史詩裏面記載過的 有幾千年的歷史 這個大家不妨當通識地學習 因為香港的教育是不會教你印度的歷史 也不會教你印度教 宗教上的神靈 所以只有自己看書 自己學讀 或者聽我們的節目 就花了很多時間了 女王應該有很多關於印度教的故事神話傳說 所以下星期我擔保他可以和各位唱討 所以我暫時給了一些基礎 知識大家 這三個大神 印度的神 差不多可以說是三位一體 三個都這麼重要 但是當然是很低的 現在發展到今天 今時今日 這三位 印度主要的神 都有分高下的了 首先我要講 比什盧 威斯蘭 威斯蘭這個神 是三個主神的首位 現在 他的 作用呢 是主 創造 維護 救世 還有守護 那當然是守護 人間的事情呢 那是善意的 第一呢 要講講的樣貌呢 是 印度教是不給位 講神的樣貌的 那他裡面呢 他呢 他呢 形容這個 這個比什盧呢 是帥仔的 青年八成相當的帥仔 香港呢 香港呢 都可以 有機會 見得到這個 這個比什盧 在印度廟裡面呢 是會有 他的形象 那如果 如果你旅行呢 去 吳哥窟 吳哥窟裡面呢 拜的 拜的供奉的神呢 就是 比什盧 當然呢 你會看到 各種的形象 描繪出來 有雕塑 有繪畫 那 他的 出處呢 就在印度的史詩裡面 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做 《離驅廢堂》 在裡面出現過 他 通常來講呢 在 繪畫 或者是雕塑裡面呢 都騎著一隻 神鳥 Grada 加劉羅 這隻神鳥呢 這個名字呢 大家印尼航空公司呢 都是用這個名字 拿其意頭啦 拿其快速啦 拿其神威啦 那麼 那麼 也有叫做 金字神鳥 那麼很多人呢 都聽過這個名字了 他跟中國的鳳凰呢 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但是呢 這隻 這隻 金字鳥呢 在 這個 香港 你說出現過 我的朋友呢 陳雲呢 曾經我見過 另外呢 她 她 的太太呢 淹雲的太太呢 她的太太呢 就是吉祥天 那 這個呢 又是個非常 美貌的女士 在那個佛可以見到 還有我想說一說 它最重要的因使我們記得它 就是因為它有十個化身 這十個大的化身 我們真的很多故事都講不完 聽了這個十個化身之後 大家就講一個神話來聽 我會逐個化身 會用圖片上這個節目給大家欣賞一下 它們有分次序的 第一個化身就叫摩賊 這位這個化身是一條魚來的 據說在洪水裏面曾經拯救過人類 第二個發生叫驅離摩 驅離摩這個發生是一隻龜來的 這隻龜在吳哥弗的壁畫裏面出現過 它是在搞乳海那幅圖畫裏面 它是承著那個蜥蜥山的 一隻大龜 那叫驅離摩 那第三個化身就是一隻椰豬來的 為什麼看到野豬呢 它的牙是凸得出來的 很尖利的 那這隻野豬呢 這隻野豬呢 叫佛羅奧瓦哈 那另外一個發生呢 是一隻人獅 人頭馬 看得多人獅呢 印度的發生的神靈呢 亦是小見諜 他叫做南羅希摩 那善哈 那跟著呢 它是我們會看到呢 它是發生了一隻豬 豬是一個很矮很小的人 這個豬呢 就叫做佛摩納 那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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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有一隻呢 有一個呢 就叫做慈虎的羅摩 羅摩大家記得嗎 在 印度王之神后裏面呢 是個太子 那這個呢 也有故事 今天呢 時間數下 不如說了 就是說它八個 發生 十個發生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Ramma 就是羅摩 就是和Sitta 這個王妃呢 奉還難 神後呢 救他出來 戰勝了呢 十頭魔王的太子 它原來呢 都是被濕老的發生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黑天 黑天呢 比較複雜些 因為呢 因為呢 它有很多個不同的來源 不同的解法 在加拿呢 也有黑天的日本譜 日本譜 黑天日本人呢 就當了黑天是一個財神來的 是一個財富的守護者 一會兒呢 我會詳細些介紹各種宗教上呢 尤其呢 藏傳佛教裡面呢 講的 就是 有不同的 講法 有不同的化身的 那 第九個呢 就是 佛陀了 就是我們 佛教的 創始人 那它呢 也是 這個 傳說中呢 被濕老的 第九個化身 但是呢 它在佛教 適微之後呢 它已經漸漸忍退了 為什麼呢 會適微呢 一會兒呢 我們會詳細講過 最後一隻呢 一個化身呢 叫 加爾吉 加爾吉呢 卡羅里 它呢 是一隻奇葛馬 最後呢 在 人類滅亡之前呢 的 化身的神 來的 那 那 被濕老呢 這十個化身呢 呢 在印度來講呢 印度教來講呢 是非常出名 而且呢 是十分 家傳 胡曉 來到 大家 講述的 那 那 比濕老呢 也是呢 它最重要的一個神 也有獨立呢 去 將這個神呢 特別供奉 那一刻呢 這個呢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呢 已經建了一間很宏偉的廟呢 來供奉 這個 被濕老 那 因為它是 天上呢 三個主要神的守衛 那為什麼會成為守衛呢 就因為呢 它 打贏了 第二名 第二名呢 就是 失婆了 那 但是呢 在佛教上 呢 比濕老呢 只不過是 很 低級的 低級過 佛 低級過 這個 這個 屠殺 低級過 羅漢 的 所謂天 來的 那這個 天呢 這個字呢 就 在日本 在 中國呢 就是上天的 這樣解釋 但是 在 宗教上呢 尤其在 這個 印度教 或者佛教之中 這個天呢 就是 Diva Diva呢 就是等於一個 神 那 比較呢 低級的 的 一種 神奇 那 那 那 呢 那 各種不同的 教義 但是 他的神啊 佛啊 仙啊 都 排列呢 排序呢 都是有 他自己 宗教上的 喜愛的 信徒的喜愛 不是所供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各有各宗教是不應該排斥對方 應該尊重對方的 聖規 規矩 還有他的排列 就不能夠說呢 大家 大家 相憎 的位置 那 有失了 宗教上的互相尊重 好了 其次呢 我想說說呢 就是 第二位 的神靈 這個第二位神靈呢 叫做 執婆 執婆呢 這個名字呢 就 在印度傳我們的時候 是這樣譯 那 那 是 怎麼搞得到這樣呢 根據呢 我朋友 沈日菲的 解釋呢 就是 當年呢 這個 VA 就會 譯做 婆 Piam 帕 所以叫做 Sappo Shifa 那 Shifa 這個 神的本性呢 就是 毀滅 毀滅神的 我們通常 在國外館 看到 Shifa 都是一個 舞蹈緊的 神靈 印度神靈 他 那個造型呢 在一個火圈裡面呢 跳緊舞 所以他也是呢 印度的 一個 武神來的 武道的始祖呢 都是 帶這個行業神呢 就是 Shifa 支撥 還有呢 還有呢 你會發現呢 他是一個 毀壞神 在很多宗教裡面 毀壞 消滅呢 是不能夠成神 但是呢 他 重生 他會呢 使到這些事情呢 在消滅之後 重生 所以呢 他仍然是 一個有法力的神 他呢 有很多種化身 但是他沒有 十種化身 那麼多 沒有被濕腦 他有八種的東西 水 鼻 風 空 日 月 八種化身 那如果你是 在 吳哥佛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 印度教裡面呢 也有供奉 在廟宇裡面 也有供奉 這個 濕婆的 他供奉的 的形象呢 就是所謂一個 Lingga 一個林家像 一個 一枝柱 這樣 下一個四個盆 圍繞著 那這個是一個 生殖器崇拜 在古代呢 這個 生殖器崇拜呢 男性生殖器崇拜 是很 正常 和 很 一般 情況的 那麼 因為呢 無論是 動物 人類 甚至乎 植物 五谷 都希望它呢 繁殖 昌盛 以前呢 新年功的人呢 都是 所謂 添丁 發財 添丁 才有人口 很多 那麼這個國家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家庭呢 就會強大 所以呢 也從事呢 是希望呢 就 強大的 這個生殖力呢 能夠 能夠 凡顯到 很多子孫出來 百子孫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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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這個 這個 枕末 枕末 旅行的時候呢 有一次呢 我就上過去 所謂 山頂 在那裏呢 是 潛立河的發源地 那 潛立河的發源地呢 是有很多 所謂 溫 溫 泉水 很多泉水呢 流出來 在地下呢 可以見得到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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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那些水呢 在地下呢 全 全之似流 很清澈 在地下水呢 它噴出來呢 未必 好像中國山東 濟南那樣呢 好像噴水池那樣 是慢慢呢 噴出來呢 大約只有幾吋高 那但是這些水 匯合了之後呢 就會經過一條呢 河流仔 一路這樣流下去呢 就成為了一條大的河呢 潛立河呢 就灌溉著 當地 種的 農作物 它的豬是盜米 所以呢 每一個 潛立的人呢 都很崇拜 這個這樣 這樣 的 河流的泉水 給予他們 農作物的 動物的 飲用 人都飲用那些的 很乾淨 很清涼 我都喝過 那一路流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已經呢 在他們的 河流的兩岸 和河流的河床底呢 都 都挑割了很多 因為石來的嘛 挑割了很多呢 Linga 就是湿河 這個形象呢 就是一個 藍性的生殖器 讓河水 經過了這些 這樣的 Linga呢 能夠再流下來 平原的時候呢 就沾染了神恩 使得呢 萬物 封城 繁殖 順利 那這個呢 在那裡有很多這樣的 Linga的 雕塑 看得到呢 他們的信仰呢 和實用呢 是 結合了的 那 這個Linga 除了之外呢 除了他是 生殖 的 凡顯 的神之外呢 他也是 風 和電 的神 那這些呢 和自然界呢 有關係 那但是呢 風和電 都有毀壞作用 打風 閃電 都有毀壞作用 但是呢 同時也有 興建的作用 那現在我們知道呢 如果沒有閃電的話 Nitric呢 是不能夠 能夠 能夠 打到去 淋土裡滋養 一種成分的 好了 之外呢 我們講 約一講 第三個神 第三個大神呢 就是梵天 Burma 在佛教來講呢 叫做 帝式天 那這個呢 最初的時候呢 是 啊 最大的神 來的 在這個 Burma 在這個 時期 這個 大 梵天呢 是創造天地的神 那 最早的神話故事呢 講到呢 宇宙呢 是 只不過 混混頓頓呢 一灘 洪水而已 那洪水裡面呢 就浮現了一個 宇宙的蛋 那宇宙的蛋型呢 就枯化 枯化了之後呢 就 成為了呢 Burma 就是梵天 憑這個名呢 就是 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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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 它本來呢 是五個頭的 四面呢 有個面之外呢 就 頭頂還有個面 五個頭 那 它的姿態呢 就是 坐在蓮花上那裡 騎著一隻天鵝 在它的雕塑上 大家都看到 但是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 它只有四個面呢 頭頂那個 沒有了呢 原來呢 又有一個神話故事的 它呢 外上了它自己創造的一個女人 相當之美麗動人 叫做沙維德麗 那沙維德麗呢 漂亮到怎樣呢 漂亮到它呢 不能夠捨得 不看它 一定要看著它 所以它走向東 它的自然山的頭向東 看著 走向西 一樣 南北一樣 那這個美女呢 沙維德麗呢 就有一次飛去上天 那你看不到吧 不是 它在頭頂呢 生多了個頭 就見得到這個美女了 那美女呢 不勝其法 雖然是一個創造 但是呢 覺得這樣呢 看到的實 沒有什麼人 這時候呢 找機會呢 有一次講給沙維德麗 沙維德麗呢 建議勇為 為美女 做少少事 那樣 就拿把刀呢 老實不客氣呢 一刀就劈了 看著天 看著天 那個頭 那 那 沙維德麗 劈了個頭之後呢 梵天呢 那頭呢 就不能夠再生上出來 變成剩下四面 各有四面的頭 那 因此呢 那些人感覺到呢 他 色色喔 或是看著你 那 不是很厲害 那 那 現在呢 Shifa呢 那照片呢 是有四個頭的 那 那這個是不是 現在泰國拜的四面佛呢 呢 又被逼喔 四面佛呢 是另外有其佛 不是另外有其人 這個走色彩器 和大梵天呢 這四個頭呢 無關 那這四個頭呢 是看著呢 四個 不同的方向 就是他施窄呢 和他權力的運用呢 可以去到呢 這 四面八方 那 我們 在中國呢 對 梵天 梵馬呢 這個呢 稱呼呢 在佛博呢 就是叫做 大智在天 真的很智在 但是仍然是天 這個級數而已 並不是 佛啦 這個 菩薩啦 或者甚至乎羅漢的級數 在阿里安人的信任裡面呢 這個呢 梵天呢 當年呢 是相當之 大的神 阿里安人最早的 Burmarism 呢 未曾入侵到 去印度 印度半島之前呢 Burma呢 是最大的 最大的神 那時候呢 並沒有佛教的學說 說呢 輪迴呢 是自己的作業 那麼當年呢 佛羅門教呢 只有三種 的 律迴 天 天人 人 和地獄 那麼這個呢 哪個話事呢 寫了之後 哪個人 去哪裏呢 靈魂去哪裏呢 就是Burma話了 大凡天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又是 這個 大凡天呢 慢慢呢 就被 印度 在印度教 取締了這個 佛羅門教之後呢 慢慢呢 他 色微了 他的 他色微的原因呢 最重要呢 就是因為 他很多時候 因為創造了天地之後呢 他疏難 那麼呢 就 話說呢 他在貪圖著美女 慢慢被人呢 遺棄了 那麼呢 就使得呢 比什勞一種英俊 而呢 創造天地 或者呢 Sufa 毀壞 還有再重生 這兩個 佛爺呢 這兩個大神 大的神呢 就 爬了他的頭了 變成現在呢 是印度教的 數一數字的神 他已經 跌為第三代 那麼究竟 Burma 教會裡面 講到這個 梵天 梵天的功力呢 就慢慢消失之後呢 我們看看 比什勞 和Sufa之間呢 也試過一次爭吵 如果爭吵之後呢 繼而動武呢 是 比什勞是戰勝了 這個Sufa的 所以呢 他是 坐緊第一位 好了 講完藥了 講完三個 主神 印度教主神之後呢 還給了一些基礎大家 那麼大家呢 都拍攝見過 大黑天 這個 這個 這個名稱 大黑天呢 是 在 現代的 在印度教義裡面呢 是 治病 是 還有呢 財神 來的 在普羅的世界 尤其 今天的 中產階級社會裡面呢 財神呢 真的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 受人歡迎 因為他主持呢 因為他主持呢 財 財 財產或者 金錢的分配 嘛 如果你得到高興呢 他真的幫你手呢 賺多些錢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 人呢 都對 大黑天呢 是特別 這個財神 形象呢 是特別 恭敬的 但是大黑天呢 這個名稱呢 有兩個不同的出駐 一個呢 就說是 濕婆的化身 另外一個呢 就是 被 這個 被濕老化身 濕老化身 剛才說過 有十個化身 其中呢 基斯拉這個 形象呢 就是 黑天 大黑天 大黑天呢 這個化身呢 佛教呢 也採取了 他的一個 他重要的屬性 使得呢 大黑天呢 是一個呢 使得 造福窮人 的神靈來的 在佛教來講呢 大黑天 是一個 慈善為懷的 形象 在 藏傳佛教呢 大黑天呢 這個 克里斯拉呢 是 相當之 受歡迎 還有重視 還有經常講的 那麼 那 藏傳佛教裡面呢 他 他們的相信呢 就是 大黑天 就是 大日 如來 的化身 也是呢 觀音 菩薩的 憤怒上 所以呢 看到大黑天呢 他 三層 鼻之外 還 爭微 露目 是一個 惡相 是 觀音 這個菩薩的 憤怒上 那 為什麼 菩薩都會憤怒呢 菩薩 其實 都有人性的 那 那 在一件不對的地方 都會 發怒 憤怒的 所以呢 她的憤怒呢 是 有 有 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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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全部 慈味 低目的 那 這個呢 日後呢 等 呂王 講到 大家聊的時候呢 會再詳細些 跟大家分享 那 在 格魯派 就是 藏傳佛教裡面 的 喇嘛教 的 格魯派呢 這位 大天呢 是 守護財產的 神靈來的 相當呢 受到 尊重 和崇拜 那 在日本 剛才說了呢 她也是一個 財富之神 啊 你看到呢 很多 都用 大黑天呢 來做 店頭的名 那 她是幫助到呢 那間 事業呢 是 能夠 精精日上 向上的 所以呢 是一個 善的神 好啊 阿里安人呢 在差不多 公元前呢 已經呢 入侵 這個 印度 的半島 那當年呢 印度的人呢 就 原居民呢 就被他呢 一直趕 一直向南 趕到去過海 去到 石蘭 那麼 阿里安人呢 就在印度呢 我們也講過呢 是分開了 他的 總成 總成制度 在那個時候建立 那每一個總成呢 那每一個總成呢 有他獨特之處 有他功能 但是他的 當年的階級觀念呢 總成是不能夠通分的 不自不能通分 還是不能夠 遞屬於其他 總成 高的總成呢 譬如普羅門 這個 祭司 薩蒂利 這種 貴族 或者 黃族 對下面的商人呢 或者是 一般工作者呢 也 不會同情 如果對於 當年的搜陀羅 就是那種 被征服的 原印度 半島的人呢 更加呢 鄙視 是 側一點呢 骯髒 厭惡性的工作給他們 那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那麼 艾亞灣人入侵之後呢 就 慢慢使得呢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普羅門呢 的 教義呢 慢慢呢 改變 改變了之後呢 這個 本來是最高的凡天呢 慢慢呢 低落了 而呢 創造和毀滅的神呢 這個 這個 培塞羅和 書法呢 培塞婆呢 就慢慢升了 提升了 那麼 我們 我們最後講講呢 一件事呢 就是 佛教 佛教呢 在 印度呢 起源 佛陀呢 是一個王子 正分王的王子 他覺悟了之後 佛就是覺悟的意思 覺悟了之後呢 體化了這個世界 於是呢 就建立了自己一套佛學的理論 其實佛教呢 並不是一個拜神的 的教 沒有神的 他是一個呢 哲學來的 哲學的基礎 佛陀是一個很聰明的哲學家 是無神論者 一切呢 其實都是自己的造業 引致到自己的輪迴 那麼 在 在這個這樣的條件下呢 即使他是 傳說是培塞羅的第九發生 但因為呢 他 改了他的那個觀念 他呢就說 他 棄絕 總聖 就是 李安人的總聖制度 他反對 而且呢 否認天神 一切呢 都是 由 個人 的人 的自己 不止人 就算其他 六道巡迴的 物件 就算是天神 就算他是惡鬼 都是一樣 是從自己的 作業裏面呢 來到去 定奪 他將來的死後的 論迴的出處 因為這樣呢 所以呢 阿里安人呢 對 這個 薩蒂利總 的 佛陀呢 不是很喜歡 那 而且 慢慢呢 他最終呢 多了 但是呢 仍然呢 受到打壓 他是想從這個 阿里安人的 巴馬 這個 信仰裏面呢 慢慢 取代出來 那 雙方呢 在這些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會產生排斥 於是慢慢呢 色微了 那就變成了 但是呢 他在印度呢 反而呢 原生地呢 就是 沒有什麼人相信 但是他傳了去 南傳 或者北傳之後呢 來了中國 來了印度 離開印度之後 來了中國 或者去了那個 西藏 甚至乎呢 由 中國 北傳 再引致去到 日本 韓國 南傳 去到泰國 去到 越南 這些地方呢 就成為了 大成 和小成的佛教 因而慢慢呢 黃成起來 今時今日仍然呢 佛教在 除了印度之外 印度仍然有人出來教 但是呢 原來在中國和亞洲呢 是一個很強大的宗教來的 好了 那今天呢 的 印度的神話 和 這個講述呢 就 時間呢 就已經去了 成四十分鐘 那 我們呢 等待呢 呂黃明 下禮拜呢 仍然呢 健康愉快的時候呢 能夠和大家呢 再暢談 我們講講呢 當年呢 去了呢 吳哥佛 旅行的時候呢 見識的 見識的 波羅門 或者呢 印度教的常識 和大家呢 分享一下 就此告別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